真菌是真核领域的普遍微生物 其中约200种是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元凶 大约有12种真菌导致了人类90%的真菌病 真菌侵入人体表皮、毛发、指甲等引起一系列病变 其中以甲真菌病最为顽固 甲真菌病是指甲板或甲床被真菌感染所导致的甲病变 其致病菌有红色毛险菌、酵母菌等 如果是皮肤险菌引起的称之为甲选 一些其他指甲疾病、黄甲中和症等 临床表现与甲真菌病类似 因此准确的诊断对于甲真菌病的后续治疗至关重要 不但能降低误诊率 避免延误治疗的时机 而且可以缩短疗程和降低治疗费用 正确的治疗依赖于准确的诊断 而真菌学检查有助于对其进行鉴别和早期诊断 近年来 真菌引光染色技术日趋成熟 其不足如下 第一步去样的 第二步直播片 第三步展为镜观察 在荧光显微镜下 真菌菌丝和孢子被荧光染料特异性标记 在紫外灯照射下发出亮蓝色的荧光 可见清晰的真菌轮廓及孢子与黑色的背景及杂质形成鲜明对比 真菌荧光染色法 对实验人员技术水准和数量度的要求较低 具有简单、快速、便捷等诸多优点 因此在日常工作中 更愿意将荧光染色静简作为首要选择 是一种敏感性高、耗时短、便捷可靠的 假症状病诊断方法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酷帆 带你了解更多数数矿军小知识